所以玄珠翻华今三七日 鸡手十方出佛名字求哀忏悔 这是讲佛灭度以后 你要建立一个共修的场所 要有佛的一个形象 然后翻华就是代表要讲经说法了 三七日一定要三七日三七二十一吗 不见得啊你七天也可以啊 你五天也可以啊 你三天也可以啊 随你自己的时间 要求自己这一段时间 不要起妄心不要动妄念 所以你可以从一天开始 然后变成三天 然后变成五天变成六天 从静中里面安心 到最后动中不离境 行诸坐卧就能够一直心了 这个都是循序渐进而来的 那在这一段安心的时间里面做什么 玄珠繁华求哀忏悔 听了这么多不间断的听闻义礼 你不要以为人家闭关就是坐在里面打坐 他也要听经文法的 他听什么听他看佛陀遗留的经典 然后在里面去悟悟到自己心性不如的地方 就是求哀忏悔就是发露忏悔 在这么一个虔诚的心里面 你会遇到一个良好的感应 就是欲善性境界得心清安 什么叫善境界 因为你很潜心的在修行置心一处 你就置成责感感而碎通 佛菩萨就会给你加批 示现一些好的境界 可是注意哦 这个境界来的时候是鼓励你 用功有成就 你不要住在那个境界得意忘形 那就着魔了 乐言经讲你会看到光明 你会看到佛 然后你会看到种种的一些异象 乐言经都有讲到这些 那个只是佛里的加批 因为你的心的清静 你跟佛感应到交了 他就视线这些来加强你修道的心 在那一刻你的心是安宁的 这个倒是佛学曾经在 刚开始学到 佛学碰过这个情况 只是以前不清楚 它是什么意思 到后来十多年后研究冷言经 十多年前研究冷言经 才知道原因 夜间见光明 后学碰过 我觉得我刚躺下 怎么突然觉得整个室内大放光明 那个光很柔和 比太阳光还要亮 可是它不刺眼 它很柔和 我想我怎么刚躺下天就亮了 我都忘记我睡觉是拉窗帘的 对不对 怎么会光会射进来 警觉就是天亮要起来 一起来一看 本能就往窗外看 我一扇窗有窗帘 一扇窗没有 漆黑一片啊 那刚刚的大放光明从哪里来 不知道 佛像看过没看过 还不止一尊呢 那个时候是持练 八十八佛 鸿鸿宝灿 我自己因为身体上的极度不舒适 那时候住在连缘佛堂 跟王经理共处一塌 我也不能够念经 因为没有气 没有力量 可是长期诵经 阿赖也对经文记得很熟悉 什么所谓的明圣经啊 八十八佛啊 或者是弥勒救古正经很熟 身体的痛苦让你不得安眠 又不想干扰到旁边的人 我就习惯默念这些经 在念到八十八佛的时候 我就看到虚空整个一片清朗 无量无边的佛一直在向靠近 在行进中向你靠近 那是我这一生遇到最大的一个奇迹 可是在这之前呢 还有 还梦过自己吐 呕吐出来都是像大妈嘎一样 不停的吐不停的吐 吐得没完没了 那个吐出来的脏东西 都要快把你淹死了 二指不住的一直呕吐 吐出来都是绵绵的 后来读仁言经才知道 那是求哀忏悔所得到的感应 仁言经有记载 还梦过梦过自己在飞 刚开始肚皮贴着草地 飞不起来 飞一飞又下就紧贴着草地 好像快要被磨到肚皮 人家人被马拖着走的时候 拖在地上 可是飞不起来 可是就是贴着那个草啊 到后来飞得比草高 到后来咻一声就飞得好远 我告诉各位前仙 这个都是我刚开始 刚开始学到的那种虔诚心 那个时候才有的 从那以后的四五年 我都没有碰到过 因为心心没有精进 刚开始学到 我就非常理解 为什么活佛恩师 教我们要长宝出发心 刚开始学到 不见人非呀 满心满眼只见自己的过 听经文法 只是自己对号入座 我一开始研究经典 就不拿经典检讨别人 这个确确实实 我也不用骗人 我都是检讨我自己 所以在那么一个强大的 不论白天或者晚上 尤其我有早晚做功课的习惯 睡觉又会持诵什么 持诵不是真言 所以就会带来一个 身心强大的一个安定 所以我可以做见证的 十多年后读人严经才知道 那是至成则感 感而遂通的一种境界 好在我从来没有引以为傲 只是觉得怎么会这样子而已 那现在有更经济吗 没有 我就体会出来 并不是你在道场走多久 惊动的比过去多了 试做的比过去多了 就代表你的修行一样 越来越精进 未必 因为外面事项上的成就 不代表新的一个与日俱增 俱增就是那个心性的原名 没有俱增 马尺徒增 这些都是事实 我也不敢在佛的脚下打忘 它是真的 可是你们不要去求这些东西 后学从来没求 只是无意当中 回头碰过这些回头再想才知道 那至于看到那么多的佛 佛向你移动靠近 那是12年前的事情 那个时候也因为身体的极度的一个不舒适 身心不外放了 甚是照样承担 没有空过一坦克 甚是一完毕就收心 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产生这样的感应 让我曾经五六个小时 免除身心的一个煎熬 我还以为已经康复了 可是事后又恢复原状 所以人这一生啊 我觉得我真的运气很好 因为一开始入门 就是用黄凤与言行入 作为自己修行的一个范本 我知道天道不离开人道 人道不离开五文关系 后来又有佛经的一个作为支柱 让我们更深入了解 圆明本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你在修的过程有妙 所讲的方法 其实跟王凤与讲的都一样啊 就像我们刚刚讲 这一节课几乎都在禅明德 随份思常 不就是你在五轮关系上角色扮演 你要去自我省察嘛 那外面事项的东西 能做的不推辞 但是不要攀缘 不要觉得越忙碌 代表自己越有成就 您就错了 真正修道的人 是再多 那个心是不忙的 它是雍容有度的 所以跟你们分享 你说我会在意那些境吗 不会 我如果在意的话 我就不变成 那就进入到魔道了 它就住向了 那个很可怕的 所以斜根正是一念之间啊 所以过三七日一项色念 就是不论你是用三天 七天五天 二十一天都可以 在这一段时间 什么叫做安居 色念 至心一处的意识 只要把心收回来 不外放 你看到的 就是你原名本心的 本心的一个像 所以若今下手 三月安居 当为菩萨 这边下手 是指下安居开始的时候 三月 三个月 印度的时候 夏季的三个月 因为是下雨期 所以如果出家中到外面 云游度化众生 它就很容易产生 一波的 所谓的被淋湿 或者雨太大会冲走 因为以前这个所谓的云游 在大树下山洞里面 都可以作为你栖息的地方嘛 加上夏季的时候 虫乙特多啊 如果出家人在外面的时候 很容易去踩踏到那些 小动物的生命啊 所以佛陀才制定了夏安居啊 那夏安居是佛陀制定的吗 不是 当时在印度的外道的修行人 就有这样的习惯 所以佛法一定要活泼应试 随时间空间 做一个适度的调整 那印度人有这么一个习惯 那佛陀的时候 他也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教会他身内的出家中 那这边谈的菩萨是指 夏安居他有分大圣菩萨的安居 跟小圣生文圣的安居 他的规矩不一样 那圆绝经讲的是大圣菩萨道 所以心理生文不假途中 那这两句话意思 在后面会跟各位前前解释 生文圣的安居跟菩萨的安居 他有一些规矩的不同 在后面会解释出来 清静止住就是安心 从来都是安心 从来都是修行 心外无一物 各位前显 各教经典引导我们的 都是教我们安心之法 八万四千法都是为了通往十项般若 十项般若就是我们的真心 那一颗情景心 所以下安居这个意思 我已经解释过了 我就不再说了 那如果在下安居的时候 临时有事情 比如说在家里面的父母有事了 或者师长 僧团的师长叫我们有事外出 你就可以外出 如果没有就在那个居住环境里面 你不可以随便外出的 他的规矩很严的 这个跟王红言行诺那个规矩是一样的 你不可以随便开口讲话 你只能听经文法 然后对号入座 然后到下安居结束的时候 就自己这一段时间的沉淀 看出了自己的错误在哪里 你要找一个修行的人 跟他去发入忏悔 所以我们所犯的过错的大跟小 你找的忏悔的对象的人数 就不一样 小过找一两个就好了 大过要多找几位 表示什么 表示你有修禅之心啊 你就不会让这个过继续犯下去嘛 我们在读八十八佛 鸿鸿宝禅 有没有读到这些 也有嘛 所以我们讲的忏悔 都是发入忏悔 既是发入 从心而忏 你就知道原因在哪里 绝对不是一句 哎呀我错了就带过了 你错了错在哪里 当你不知道就代表你在敷衍应试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